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议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枪支管制是一个任何时候都不能被遗忘的话题 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们不会停止在这个话题上的努力 即使今天我们的重心是在公众试图取消医疗保障 我们仍会继续重视争取每一个投票 我们认为在国会中背景调查是两党共同支持的 我们有两党的支持只需要他们的投票 我一直在提醒我的同僚们 如果这是与他们的政治生存相关的 那他们的政治生存与20个在纽敦市的一年级学生 和他们的老师的生存相比毫无意义 这26名骑行者呼吁常识性法案 包括在联邦层面上扩大对枪支购买者进行背景调查的范围 包括通过展销会和网络购买 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校园枪件发生以后 参议院尚未通过要求对购买者普遍进行背景调查的议案 而在过去的四年中 众议院尚未有任何关于枪支管理的法案进行投票 川普总统在上周五参加美国最大枪支权益组织 全国步枪协会的年会时发表讲话 表达他对第二宪法修正案 也就是美国人民佩戴武器权利的支持 这八年来对你们嫌有第二修正案的自由的攻击 已经到了一个颠覆性的结束 你们在白宫有一个真正的捍卫者和朋友 这引来了要求实施枪支管理人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 而这个名为团队26的骑行队表示 他们的名字来源是纪念纽敦市的26个受害者 而如果国会不作为 就会有更多的遇害者